我的弟弟有精神分裂 最後竟然自殺了 以下是一位師兄來信分享 我的小弟小時候很會念書 耗死弟 對機械也有興趣 約八歲時 他在一次意外中 後腦撞到機器 縫了十幾針 休息了一個月 大致復原 上高職補校後約一年 他開始有精神分裂的現象 不得已休學 在家幫忙加工 小弟精神清醒時很努力工作 少有怨言 我與妹妹讀專科的學雜費 都是他與父母親所賺來 甚至我二十五歲時 家中一場意外大火 幾乎燒掉我家的財產 當時他很努力協助父母親 在五雲中重建家園 並助我與妹妹完成專科學業 只是小弟的癲癲 腦傷 欲氣後常變化 他也不按時吃藥 此舉讓他有情緒化 常對人大聲大叫 他在家常脫光衣服跑 父親忍受不住 常打他 逼著小弟往外跑 四處流浪 可憐的老母親為他經常擔心流淚 並且強忍著部分親友的嘲笑 四處求神問世 花很多冤枉錢 有一次我去南部某佛寺朝聖 遇通靈師傅 請示家運 結果開示小弟三十七歲 誰就會清醒了 只是那時要特別注意了 一切都是因果史然 約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初 小弟告知要我 記住二二八的特別日子 當時我以為他是在說風話 就不以為意 誰知過幾天後 我外出工作 當天中午小弟再三不顧母親的阻檔 自己私下啟動加工機器 自殺磁士 小弟自殺後49天內 母親經常夢到她跑到家中 後面有鬼警察在追她 也夢到鬼警察帶她回家 探望父母親與兄姐 我也曾夢到小弟自殺的情景 讓我悲蟲洗奶 速度流淚 我花三年時間 安排她參加 胡理政零言三世的超度法會 一次偶然的機會 我在媽祖廟看到一本英國祭事集 我利用假日驅車到西州鄉的摩尼金色 請示菩薩我的弟弟的因果為何 菩薩開示 我的小弟全是恐無有益 因寄予有期的美色 將有人關在暗室 經常脫光她衣服脫打虐帶 導致傷重死亡 因她死後怨氣不斷 向炎王申請黑領旗 今世來討報折磨小弟 使其自殺而亡 菩薩又開示 因為是自殺 小弟目前若要脫離王死城 而後去脫胎做人 前後約需要鑰匙經 金剛經 地藏經 各約兩百步方可 我秉持悲痛心 報恩心 恭頌佛教經典 記得弟弟 脫胎當天的炎熱中午 我感覺頭部 上半部渾身痠痛 當晚在夢中 隱約看見一陣紅光 約十秒而散去 隔天菩薩開示通知 我弟弟已經投胎做人的消息 自殺是重罪 但卻是可以超度的 只是需要親人肯發怨超度 方可以成就 模擬金色 我們不接受供養 不收錢 不推銷 也不強迫修行 只求能結善員 解決您的問題 我們專解因果事件 因果問題 治因果病 不論婚姻 家庭 事業 家族 故事 學業等問題 均能請示 歡迎有醫生看到沒醫生 有神問到沒神 則不妨疑視 聯絡我們 我們很有熱忱 但因為各有各的工作 不同工作性質有時 不方便聯絡 請盡量使用網路來信請示 模擬金色地址 台灣彰化縣西州鄉朝陽村 入均路一段271號 歡迎來信電子信箱 或網路搜尋 模擬金色部落格 感謝您 阿彌陀佛